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QQ琴 我会在那里为大家做详细的讲解 好 现在我们开始 下面我们做示范动作 下面是慢动作讲解 这个动作叫道吃虎 它跟后手斑很相似 只不过是手放低以后 然后是胸 然后是小肚子 然后是腿 大腿 然后是小腿 然后是脚 在做这个之前呢 你一样是站好 一肩同宽 脚一肩同宽 然后手呢 也是一肩同宽 在做之前有一个起范的过程 就是你那个手要这样先下去 然后身体呢 这样下去 然后膝盖呢 有一些弯 弯膝盖 这个起式的 起跳的一个动作 起跳的一个动作 然后你坐的时候呢 你是手这样 手先带 然后你这个身体 这样弯 抬头 这样往上跳 往上跳 当你翻过来以后呢 两个手 是先两个手 找地 这个动作呢 就是这样的 手到地以后 然后这样 手先 然后手弯 弯了以后 是你的 这个那种胸 胸线放地上 然后就是肚子 肚子以后 就是大腿 大腿就是 小腿 这个要记得 千万要记得 就是你的脚落地的时候 两个脚落地的时候 千万不要 不要这样勾脚 不要这样勾着脚 一定要甭脚 这样甭脚 如果你要勾脚的话 这样放在地上 会容易受伤 这样甭脚 甭脚放在地上 接下来给大家讲 如何练习 第一步呢 我们首先要 做一个倒立 一个倒立的动作 就是这样 当你的倒立上去以后呢 你这两只手 一定要用力撑住 首先是两只手 胳膊 一定要先这样弯 胳膊这样弯 弯弯弯 弯到地的时候 抬头 头要这样抬起来 然后是你的胸 这个胸先放地上 把你的手 弯下去以后呢 你这个胸放地上 这样 然后我们 出水者呢 可以先这样练 就是做一个倒立 好 这个 这面 再做一个示范 帮助的情况下 我们才可以做这个动作 在有人帮助的情况下 才可以做 那么在自己做的时候呢 就是要做这个 刚才我讲的那个倒立 然后胸 然后抬头 然后肚子 然后大腿 然后小腿 然后切记你的脚 不要这样勾着 一定要这样 这样 这个练习方法 就是这样 希望你们多多努力 今天我们讲了 倒吃虎 这个动作呢 还是有一些难度的 大家在做的时候呢 要注意不要受伤 尤其是你的脚 脚腕 刚才我有讲到 脚腕一定要 一定要甭脚 不要这样勾脚 勾脚是不行 一定要甭脚 这样不容易受伤 好 如果您有什么问题 请联系屏幕下方的 邮箱地址 去关注 功夫者微信公众平台 那里会有更多的知识 为您奉上 也可以加入QQ群 我会在那里 为大家做详细的讲解 好 今天就到这里 再见